一名高姓妇人 3号的上午 骑车经过新店保原路一段50巷时 被一条垂落的废弃钢线缠住 当场摔车也割伤了脖子 目睹这段意外过程的新北市议员金忠玉 直说实在是太可怕了 要求各线单位都要定期维护和检视 同时也呼吁民众 如果发现类似的状况 要尽快通报相关单位清理 才能够避免意外发生 高姓妇人 脖子上还贴着纱布一脸痛苦的样子 因为3号上午 她骑车经过保原路一段50巷时 被一条废弃钢线勾住摔车 这恐怖的意外让她心有余悸 就突然间觉得脖子上有个东西 好像一个力道在割我一样 可是我也没有办法马上停下来 因为在进行中 等我停下来我车也倒了 而这段过程刚好被路过的 新北市议员金忠玉给目睹 直嚷嚷实在太可怕了 她指出线缆的单位非常的多 应该要定期维护检视 否则一条线缆的掉落 就像是套头锁 对于行车民众来说相当的危险 满街的电线 那很难维护 有时候电线一锤下来 骑摩车骑过的人 正好好像一个套头锁一样 正好就会抠到脖子 抠到脖子的话可能 这里正好一个动脉 可能整个东西割下来了 非常危险 为了了解意外经过道场远警 仔细询问状况 最后得知垂落的钢线 可能是以前办理活动或庙会时 所悬挂的废弃线 并非一般的监视器 或是有线电视的线 对于未维护清理的责任 究竟归属于哪个单位 恐怕还得再一步的厘清 议员金忠玉也再次提醒 如果民众有发现类似的状况 务必要尽快通报相关单位处理 免得发生令人遗憾的意外 记者杨宝永超方奇 新店采访报道